我們看這題 他說 將質量30公斤 跟20公斤的木塊AB 疊在一起 那木塊A 跟桌面間的動摩擦係數0.4 那兩木塊間的近摩擦係數0.6 那麼外力 最大可以是多少秒鈍 而不使B跟A有相對運動 那現在我們先算什麼 算說他一起跑的最大加速度是多少 我現在把對象定在這裡 那這物體的話 往這邊加速是因為 他給他有一個動摩擦力 這個動摩擦力 FK 會等到mV 會等到mV A 那我們來算出 這個他的最大速度 沒有 應該是F 近摩擦力而已 不是動摩擦力寫錯 這個近摩擦力 對這個物體的施力 讓他產生焦度 這個近摩擦力 他又小於等於多少 最大近摩擦力 F S 那Fs等於多少呢 是等於 mV 等於正向力 乘以那個近摩擦係數 等於那個μS 乘以A 那n的話是等於多少呢 是等於 正向力跟重力底下 等於mV 按G 那這mV可以消掉 所以我就曉得 這個A 他不能超過多少 不能超過μSg 那這裡他是g是等於10 那這0.4 乘以10 所以是4 結果說他的加速度不能超過 這個4 那我現在跳下來看 跳下來看的話 這個力量的話 最多能夠多少 這F 減掉多少呢 減掉動摩擦力 動摩擦力是μK 乘以多少呢 正向力 正向力是 那個MA加mVg MA加上mVg 那等於多少 等於這個一起跑的那個加速度 MA加上mV A 那A的話他是小微等於4 所以這個小微等於多少呢 小微等於這個是 這個把它帶進去好了 這個是等於0.4 4 這個加起來是50 所以這個 4乘以5 5是20 這是20 這個是等於10 所以合起來的話 是200 然後這個多少呢 這個是等於50 也就是說 這是50A 那A的話他小微等於4 所以小微等於50 他乘以4 這也是200 所以 200一過來 所以F 小微等於200加200 400 所以這個 喔不對喔 這μS呢 是0.6 這也搞錯 這是0.6 這是0.6 近摩擦係數是0.6 這裡是動摩擦率 是這裡的那個 動摩擦係數 這是6 所以小微等於 這乘以6 630 這300 這200 加起來多少 是500 所以這個力量喔 不能超過200 超過500 它們之間就會有相同的運動 所以答案的話 應該選D 這個最大力 是等於500 答案應該選D